台湾 你知道台灣齁 在三十年前 我們不能選我們自己的總統 我們不能選我們自己的立法委員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是不民主的 所以台灣經歷了很多的 跟香港一樣的民主運動 我都參與了大部分的活動 所以經過了那麼多也是很多人被抓 也是很多人留學 經過了那麼多抗爭之後 台灣現在民主了 我們可以選我們的總統 我們可以選我們自己的立法委員 今天你在台灣 你批評總統 批評你的縣市長 你不用擔心晚上回去會被抓 所以香港今天面對的就是台灣的以前 所以台灣已經得到了相當的民主 我們希望香港可以跟台灣有一樣的民主 因為那對台灣是一個保護 因為中國如果讓香港完全不民主 下一個目標就是台灣 我想大家的心情是一樣的 也希望香港人也可以得到民主跟自由 我看到香港那麼三個月來的抗爭 我心裡非常難過 每天看到他們留學 被噴塑膠水 被打塑膠子彈 他們受到的苦 比台灣三十年前的抗爭更苦 更辛苦 你們要繼續加油 因為你如果停下來 你將來就完全沒有了 你的子子孫生 就不會再有民主跟自由 那邊有發放這一次 有民主跟自由 西門基層委員 深門基層自由 一萬英雄自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